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,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爱吃西瓜的剑环师。 很高兴来到我们摆明AV旅游故事的第74集。 本期的主人翁是集可爱和变态于一生的元老级旅游,鹰木林。 鹰木老师出生于1989年,他在2007年18岁的时候,以Cookie的专属旅游身份正式暗黑出道。 当时的鹰木老师拥有着性感苗条的身材,尤其撕纳两条腿,既纤细又修长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甚是可爱。 再加上长得和丽花梨子有几分相像,因此一出道就得到了广大影迷们的关注。 至于鹰木老师出道的契机,他曾经在采访当中透露,他想在18岁的时候迎接一些新的挑战。 虽然出道前的男性经验人数只有两个人,但他相信自己还是很色情的, 于是就抱着好奇心AV出道。 出道之后,鹰木老师一直都是扮演一些罗莉系的正统美少女角色,人气也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直到2009年,他被提拔为惠比兽色香葡萄的第二期成员,才获得了转机。 色香的活动让他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,也拥有不少粉丝。 之后,鹰木老师慢慢告别了他罗莉的身份,开始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角色。 不过令大家感到遗憾的是,在2011年的7月份,鹰木老师因为身体不适宣布停业。 据说从小鹰木老师的身体就比较的虚弱,现在官司派AV的工作就已经够辛苦了, 再加上电视偶像活动,两年下来,果然把鹰木老师给累倒了。 虽然他在同年的11月份付出,不过也就仅仅三个月而已,他又再次休养。 付出的那段时间,本来就已经很苗条的鹰木老师,看起来又瘦了很多,状态果然是不行啊。 好在色香一直都保留着鹰木老师的座位,这既是大家对鹰木老师的情感,同时也是他高人气的体现。 最后鹰木老师修整了一年,在2013年才作为美的专属女幼全面回归。 众所周知,美是一家痴女的专卖店,在这里,鹰木老师可以彻彻底底地释放他变态的一面。 看着这么可爱的鹰木老师扮演痴女,粉丝们想不应都很难。 可没想到的是,作为痴女巩固了单红女幼地位的鹰木老师,宣布在2017年的樱花季节隐退。 信息刚发布,马上就引来了粉丝们悲伤的声音,请不要停止,这样的留言充斥着各种社交媒体。 可当大家知道,鹰木老师离开暗黑界是为了完成他创立自己内衣品牌的梦想之后,相信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吧。 而话又说回来,在2019年的8月份,鹰木老师也曾短暂地付出过。 但遗憾的是并不是回来拍摄AV,而是客串和支持了他的超级好朋友西奇杰西卡的隐退活动。 YouTube上面能够找到他们的视频哦,还是很可爱的呢。 说到鹰木老师的隐退,不能不提的当然就是他那一部颇受争议的隐退作品。 据说当时找来的男友是他现实当中交往的男朋友。 可当男友出现的时候,大家都震惊了,居然是AV导演Zampa。 毕竟和业界的人交往,是一件相当不受欢迎的事情。 而鹰木老师确实也演过不少Zampa的作品,这难道不会太混乱了吗? 对于这部作品,粉丝们也是褒贬不一。 有人觉得看到了真实的鹰木老师,也有人觉得只是气话而已。 虽然其中的含义不得而知,但从鹰木老师幸福的表情上来看, 这确实是一部诚意十足的隐退作品。 至于鹰木老师的恋爱传闻,虽然他从小就非常好色, 但由于性格比较的忧郁,一直都交不到男朋友。 第一次的体验是在16岁的时候,据说对方是年长的打工前辈。 由于当时鹰木老师太过于紧张,怎么都插不进去。 没想到在吃女作品当中尽显色情的鹰木老师,也有这种纯真的过去。 鹰木老师曾经表示过,他想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当中开始, 也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当中结束。 而最终,他也确实做到了。 十年来,鹰木老师一直以美丽、可爱、性感、变态的姿态为世人所津津乐道。 虽然很遗憾再也不能看到他新的作品, 但现在为止所发行的那些,也已经够大家百看不厌了。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一边支持鹰木老师的梦想实现, 一边用他过去的作品,继续关照他吧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 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,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